終於又更新影片啦 那這一篇可以說是前幾篇卡卡航空的前傳 畢竟為了搭到A380的偷燈 我還是不擇手段的跑來曼谷一趟 這次我入住的 是在疫情中全新開幕的曼谷招聘耶和四季酒店 那當然是一貫四季的水準 你不需要走到櫃台 就有專人來幫你check in check in過後櫃台人員很熱情的問我要不要到來一下 那因為也是第一次來所以我就心難接受啦 然後前面這間中餐廳御庭院 它是曼谷四季裡面唯一一間疫情零餐廳 走到外面天井的左手邊是曼谷第一名的酒吧 同時也是亞洲前十名的酒吧真的是超強的 不像這個四季餐廳的賣點就是在這邊吧 畢竟其實那間中餐廳很還好而已 那在搭電梯的時候 這位櫃台小姐姐幫我預約好了明天下午茶的行程 終於抵達房間啦 那我們就來開箱一下曼谷四季酒店的合景房 一進到房間這陽光就快閃下了五個眼 六月中的曼谷天氣真的是還不錯 那門口這邊擺了兩支傘 就是以免大家出門的時候碰到下雨 那門上也有樓層平面圖 那我們現在住的這一排通通都是面對招屁椰河的合景 浴室是做成這一種通透的設計 讓陽光可以直接照進來 那也不用太擔心了 因為它旁邊都有拉門 所以隱私部分不成問題 淋浴間的部分有我最愛的花灑 也算是合格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雙水槽的設計 這樣才不會跟同住人為了洗臉或刷牙而打起來 然後重點來了就是這個蛋型浴缸 別看它這樣子 它的深度跟寬度是真的很大 我躺下去就是整個會被淹沒的那種感覺 不過也算了我本來就比較小隻 那除了預言之外 這邊特別要拿出來講是他們的背品非常的厲害 是法國MFK永恆之水的一整套背品 這真的是非常少見 然後出來衣櫃下方有擦鞋的工具 不過因為住在四季有免費擦鞋的服務 所以你也不太需要自己擦 那衣櫃那邊被我丟的很亂 那下方就有像是launder bag 還有一個小小的保險箱 另外掛浴衣的這一側有一個藍色的海灘帶 是可以讓你去泳池游泳方便攜帶 那當然用完了check out之後你也可以把他帶走 房間的部分我現在蠻喜歡的 空間感蠻大的 重點是他的燈光設計真的很好看 然後也不濕一些曼谷的傳統元素在裡面 然後牆邊還有一個卧榻區 可以好好的欣賞這外面的合景 最後就是這張四季的大床 那他一共給了六顆枕頭 那當然最外面的這顆枕頭也是秀上了四季自己的logo 接著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自助調酒吧的部分 他的酒類種類真的非常豐富喔 然後旁邊是附贈的rice cake 還有我自己認為超級好吃的芒果軟糖 那當然在四季裡面冰桶永遠永遠都會是滿著的 最後就來偷窺一下他們mini bar的部分 不過這個mini bar裡面的東西就都要收費了 除了現在打開的這一層咖啡茶是免費的 其他東西都要額外收費喔 卧榻前方的桌子上面也擺了這一次入住的welcome gift 還有他們manager親自手寫的迎賓卡片 那卧榻側邊有個小小的四季防疫包還有書包架 整個房間的中央控制都是透過這一台iPad 像是冷氣呀或者room service 還有燈光的部分 最後我就來試試看這個miniang的welcome gift 到底是什麼東西喔 一開始還以為他是cream這樣子膏狀的東西 結果沒想到他還滲出水來 不過聞起來是椰奶的香味 最後吃了也真的是 類似椰奶果凍之類的東西 還蠻好吃的不差啦 再來我發現了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他們這邊給的水果竟是水果之王山竹 台灣好像已經禁止進口很久了 所以在台灣都吃不到這種新鮮的 我超級喜歡懶在這個貴妃椅上面 看著窗外招屁也很的風景喔 但與其說是看河景不如說是看泳池邊的風景喔 好啦我開玩笑沒那麼變態 現在手上買滿的都是椰奶香 最後就再帶大家凡事一下這個房間的部分 房間吐了完了現在也該去外面走走晃晃 這中庭的水景就是四季一開始最吸引我的地方喔 但後來實際走了一下才發現 哇這真的是還蠻可怕的 他除了旁邊這種植栽蠻草啊 他沒有任何一點保護措施 你隨便一個謊生啊 都非常有可能直接栽到水裡面去喔 而且只有面對大廳的launch bar 所以說有多丟臉就會有多丟臉 不過確實真的是高顏值的中庭 再來就是游泳池的部分啦 6月的曼谷還不算太熱喔 不過如果再早一點的話說真的就是最好的旅遊方式大概就是泡在泳池整天都不要出來 左邊那一棟非常高聳的是四季的酒店式公寓 在外頭晃了大概五分鐘也真的是受不了 於是call了麥克趕快來陪我游泳 這次兩天都來陪我游泳的德國帥哥麥克就是我們此次的特別來賓 這個spot也真的是很舒服 我們泡了真只有一個多小時 後來回到房間迎接我們的竟然是曼谷很美的夕陽 這傍晚時刻夕陽灑入房間 整個顏色變得很柔和 也如果一開始說的整個燈光設計就很漂亮 連電視的照顧魚都會隨著時間而更變喔 晚餐後我去jim運動了一下回來發現那台餐車還有一張紙條 那其實這是我們去jim之前點的宵夜 Ring service進來可能發現沒有人 然後他就留了一張紙條說 為了食物的保溫 所以先把我們放在餐車裡面 所以現在看起來才有點心酸的自己在這邊擺食物 不過飯店這樣做也算是貼心啦 接著看到就是我們滿滿一桌的宵夜 這邊有餛飩湯雞肉沙爹 然後還有芒果糯米 那我就先來開動囉 這個鮮蝦餛飩麵是有點可惜 那餛飩還蠻好吃的但是麵有一點 乾掉了可能放太久了 光看我把那個麵攪散就攪了老半天喔 不過這個雞肉沙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驚豔 我真的是嚇到 比我在任何新加坡或是馬來西亞 吃的沙爹都還要更好吃喔 重點是這一大盤六串沙爹 在四季酒店裡面竟然只賣280元泰銖 快點快點大家做筆記 之後來曼谷四季必點這一道當宵夜 真的是超好吃的 而且放這麼久雞肉還這麼嫩 睡了一覺起來又到了吃早餐的時間 那這一次沒有選擇演員待命 我來了餐廳這邊就很猜 那耐熱的我當然你想說來曼谷就選擇了室外的座位 那因為四季這邊有提供蠻多島桌邊單點的服務 所以在這個buffet餐台上面的食物選擇性就不是說非常的多 但我覺得每一道的quality都蠻高的都蠻好吃的 尤其這邊有接近8種的現打果汁 真的還蠻厲害的 然後還有深厚的麵包區 那個可頌真的是太好吃了 熱食區的部分都是以單點現做的為主 那餐台上就是有一些香腸啊 培根 不只有西式的蛋類早餐 還有現煮的麵食 這一鍋是海鮮粥 不過這讓我大吃一切 是哇塞 那個蝦子也太大隻了吧 口上說的沒什麼東西 結果還不是拿了滿滿一桌的早餐 坐在戶外的用餐區也真的比較有那種度假的感覺喔 不過我本人真的是不太怕熱 睡在這種炎炎夏日還可以坐在外面不用吹冷氣用餐 那我就先開動啦 先從這一份泰國米炒飯開始 整條鹽還不錯 不過吃到那一條魚的時候發現 那個魚真的是有點腥 不知道是魚本身就這麼腥 還是料理的方式不對 不過這邊的果汁真的是有夠好喝 我像在灌水 哇一樣灌了好幾杯 主餐的歐姆蛋我也是給予很高的評價 他那個蛋跟奶的比例抓得非常好 總之這一頓飽餐下來我真的是非常慶幸自己有努力爬起來吃早餐囉 其實餐廳的室內用餐環境真的是很漂亮 只不過就少了那一種度假休閒的感覺 不過相信來到曼谷這種地方怕熱的人還是要在室內才是明智之選 世界這個Logo我真的覺得是很有意境也很漂亮喔 就是把一棵樹分成春夏秋冬的樣子 接著來到的是網路上一直大推的馬德蓮餐廳 那當然就是名為馬德蓮餐廳 他們裡面的招牌就是他們的夾心馬德蓮 今天一共有三種口味喔 是巧克力然後莓果跟椰奶 於是我就通通三種全包啦 回去吃看看是不是有這麼的推 回到房間裡面然後泡了杯茶 好好來品嘗這三種馬德蓮也算是一個非常非常慵懶的下午喔 不過這次我選的這一包是白蠔烏龍茶 它好像有一點衝不開的感覺 泡了已經有大概十分鐘久了還是沒什麼味道 有人對沖茶有什麼撇步的嗎 快來教教我 我好像每次都很不會泡茶 剩下幾個小時後也要退房了 就要來好好的享受一下吧 沒錯非常跳動的我所謂的享受就是來洗泡泡雨 非常不熟人的把整罐MFK的沐浴爐都倒了進來 好奢侈啊 我很喜歡在四季的浴缸 因為它都配有這個小小的枕頭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小小的四季 logo 就不會每次泡完好像脖子都沒有放鬆到一樣 最後退房前又 摳了麥克來陪我一起游泳 那今天的天氣比較硬一點 水水溫也比較低一點 不過在曼谷這種地方泡到水 就真的是一大享受 退房後我們就繼續留在了酒店裡面想用下午茶聊聊天 曼谷真的是各家酒店的下午茶爭其鬥焰而且每一次來都有新的花招 像四季這邊的下午茶還會送了你一杯小的香檳 也算是為了這次曼谷四季的住宿體驗做了一個完美的ending 那也謝謝這一次四季酒店給了我這麼美好的住宿體驗 那我們就下次再相約招批河畔囉